Hello 大家好 我是Meet for more Carmen 今次又說什麼呢? 今次就是講上次做過產品片的 就是這個急凍的馬來西亞茂沙皇第一樓 因為上次派了產品片 有人說你能不能吃來看看 有個人已經偷吃了 偷吃的過來 吃著給別人看 我上不上鏡? 上到的 你坐下吧 給人看你的食相 這個就是一包的 我那邊開了另一包 是呀 這裡一包 就是這個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要笑給大家看 所以一定要放在碟上 因為上次有說過的 可能有些朋友沒有看到 會影響構圖 你照樣扔過來 不要緊 你繼續吧 哎呀 都倒閉了 很大份 這個貓山王 先說一下特點 是馬來西亞第一樓 很出名的 是一些國賓級 什麼叫國賓級 就是用來招待國家的賓客 用來招待的 這個現在很流行的 急凍的 但它不是這樣冰了就算了 它是用一些淡氣 在樹上自然熟了 然後就拿去 用淡氣急凍 這個方法有什麼好呢 是可以令到榴槤 令到榴槤 從你新鮮開出來 那個味道是一模一樣 一樣 這麼香 這麼好吃的 事不宜遲了 現在吃給大家看 因為上次拍完產品片之後 人們很想看 人們問是不是好像新鮮一樣 因為始終它是冰了 看得不清楚 現在解凍 其實解凍需要多久呢 就是我們剛才解了20分鐘左右 就已經是淋了 都是看回 上次也有說過 看回你自己擺解溫的地方 如果你是在夏天 你在室溫的時候 熱得熱的時候 那你便速度快一點 如果你 可能現在天晚上黑涼少許的 來解的 又耐多一點 這個給你參考的 時間是怎樣 摸一下 我們剛才看到淋了 我們也是淋了 差不多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準備好了 那我就 事不宜遲了 吃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可不可以吃多久 當然可以啦 傻子來的 你是不是要有份的啊 真的跟新鮮沒得分 我覺得比新鮮好吃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雪涼了 孖三王 提醒大家 吃完是這樣的 現在我這個 說多一點 像雪糕 繼續 說多一點 我們黑翅王賣光了 不好意思 因為 上次拍完片之後 每個人都試一試 買完了 現在就有孖三王 你買這個 不要問啦 不斷吃就知道了 我們完了嗎 完了又吃了 很好吃 我覺得 現在這樣像雪糕一樣 我覺得剛才那球用得夠久 就更好吃 可以再用多一點 可以再用多一點 嗯 還給那些 手套蝦在臉上 是啊 那我給你一點點 啊 通常那些人吃榴槤呢 最主要想知道有些什麼呢 我是榴槤熊來的 所以很清楚 會想知道 它是哪一種質感 還有它的核 是大量小的 有些人都說 哇 有些好大量的 我這顆就大一點 剛才我看到它的核 是偏小的 嗯 一個核 是不可以的 是的 大概是差不多 但是呢 它是 正常的 沒什麼特別 它的味道不是平常清爽 外面清爽的 它一吃下去 就像雪糕一樣 口溶 口感好 一入口即溶那種感覺 就是這樣的 這個質感 好啦 好 吃榴槤了 繼續 記得如果有興趣 買這些這樣的榴槤 有需要找我們就可以了 是的 記得like和 like和share like我們的Facebook 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若為Carmen姐不肯拍片 謝謝 再見 吃東西了 拜拜